各位 你們應該有看到西蘭PUA的影片了吧 如果還沒有看過的話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它裡面就說呢 這些人要嘛就是PUA 要嘛就是紅藥丸 是屬於醜女那部分啦 那PUA就是叫做Pickup Artist 我覺得中文翻譯跟英文翻譯 或許有一些差距 因為畢竟我就是從 最PUA的國家長大的 阿根廷絕對是在之上 PUA Pickup Artist 中文翻譯為搭訕藝術家 是由美國開展出的一套搭訕秘籍 起初PUA只是用來教導社交技巧交叉的男性 接近並搭訕女性的攻略 後來卻演變為一種以心理學操控 建立兩性關係 直到發生親密行為的手法 現在坊間甚至有不少開設教導 如何PUA的課程 目的就是藉由心理上的威逼利誘等方式 讓對方就範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現在你所看到PUA是一個不好的詞 但事實上它原詞基本上不是 所以我覺得西蘭它所說的東西 是完全正確的 我不知道這些白痴人 去X的要不然你來告我 腦袋在想什麼 完全沒有知識沒有嘗試 自以為這個東西就叫做Pick Up Artist 因為我沒有時間去做 像西蘭一樣很長的論文型的演說 所以我不會深入的跟你們去探討 因為要探討下去的話 可能我要花個兩個小時 甚至我可能要再做更多的功課 搭訕藝術家 是一群怪人教你怎麼搭訕女生嗎 NONO 我們西班牙文裡面 這個東西叫什麼 我們很早就有這個字 而且這個字非常屬於阿根廷 交談聊天通常是實現某種目標 或是愛情目標 也就是說呢 其實它並不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在當一個Pick Up Artist的時候 通常他們會以 Complement 我就用吹捧這個字好了 吹捧女性 或是讓他們可以得到滿足 或是開心的 再跟他們進行表示友好 或是是好的一個方面 我是在這邊這個文化長大 所以我當然會用到這個字 你如果上網去查 最會搶不下國家 應該就是阿根廷人 但是我在阿根廷長大這麼久 我從沒有碰到不好的 所以 Pick Up Artist 真的是一群怪人教你怎麼搭訕女生嗎 這些人 他們所理解的Pick Up Artist 應該是用騷擾的方式來進行 那這個就是不行的嘛 這就是差異嘛 所以說初代的BUA真的是這樣子嗎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人 這個是一個阿根廷人 天下的年代 對 在這部份我們說的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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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剛剛所看到的PUA,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有沒有,如果你是女性,那也要了解,我們男人 我們也喜歡 所以他說PUA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建議是請聽跟研究對方 那請問跟剛剛你所看到的PUA是一樣的嗎 那我覺得西蘭他所說的是扭曲型的PUA 他們自以為認知是PUA來做這件事情,所犯的東西卻是騷擾女性 但對我來說呢,我覺得PUA非常非常不同 什麼叫做研究跟學習對方 如果對方在Instagram上面發了一個譬如說跟設計有關的東西 那很容易讓你得知的information就是對方喜歡的東西是設計 你看我的,你可能看到我,可能穿比較少的衣服 你就得知了我喜歡的東西就是裸露 我的意思是說你看我用遊戲的,你覺得這個人應該對遊戲是有興趣的 所以這就是了解,懂嗎? 第二個,例子 這個是用一個比較詭諧的方式 然後比較鬧的方式 來去呈現什麼叫阿根廷的PUA 這個男生呢,就所謂是他說的比較偏向會PUA的大師 我正在Tiktokando 我正在VeganMate 我正在VeganMate 所以你不喜歡我的影片 我已經在Chamuyango 我已經在Chamuyango 我已經開始了 好,他就問他說你是不是喜歡我的影片啊什麼 然後女生就說你已經在PUA我了 那這是開玩笑,當然 就是我們阿根廷人怎麼樣做Pick Up Artist 他這邊的意思是這樣 對女生 所以PUA他不只可以對女生 他也是可以對男生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這一句話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句話 阿根廷人對待女性的態度是非常好的 我所碰到的也是這樣 在阿根廷人的時候 如果男性對女性有喜歡的話 他是真的會去很貼心的為他想 我為什麼說這個你們記得 因為我等一下要給大家看企鵝妹的狀況 就是阿根廷人反正就是很會甜言蜜語吧 我這樣來說的話 喔,開始了 反正他就問他說你要讀什麼啊 他就說我想要在UBA UBA就是阿根廷人最好的大學 讀醫吧 醫學吧 因為阿根廷醫學算有名的 我喜歡醫學 很瘋 很瘋 你看他有沒有說 我就超級喜歡醫學的東西 他就會順著他的話去走 你在那邊看到PUA 跟我這邊看到PUA 是不太一樣的 他存在的是什麼情況 譬如說是兩個人的狀況 他是以一個非常尊重的態度 在跟對方聊天 而使用了這個技巧 也就是在尊重對方的情況之下 並不會有肢體動作 並不會有什麼東西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 可能大家比較看得懂 他說阿根廷人的PUA 就像是 早上四點的莎士迪亞 你看都會講話 好 好 對 真的嗎 對 但你還是最漂亮的組合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說 阿我們那天出去怎樣怎樣阿 你是這個群裡面最漂亮的女生阿 你跟人家最不同的就是 這邊有一塊疤 當然這個是搞笑 對 你跟人家最不同的就是 這邊有一塊疤 當然這個是搞笑 對 對 這個東西讓你感覺得非常不同 與眾不同 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你頭髮的問題阿 或怎樣 我覺得你頭髮這樣子超級漂亮 跟別人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在做的動作是什麼 就是他在 許悅女性的方心 而並不是像 大家 其他人 所認知的PUA 所以我覺得 這個東西呢 超級超級詭異的 還帶著攝影師拍下過程上傳送到Youtube 其而妹就覺得超詭異的 表示她沒有先問過就坐在她那桌 根本不愛她也不在乎她是誰 我覺得其而妹在美國也住過嘛 我相信她也走過很多地方 所以在這個文化 可能是用以英文思考的話 這個是超級屁立無敵 rude You didn't tell me and you brought a photographer I eat dinner or can you not 有沒有 他已經說can you not 30 seconds It doesn't matter if it's 30 seconds or not Even one second 我已經說拒絕你了 那你為什麼還要就是 這個已經算是強迫了欸 如果你真的是我的粉絲的話 我覺得有很多粉絲也是有時候 不知道會怎樣 就是我以前的時候 他們可能在我 在外面吃飯的時候 或什麼拿手機直接這樣拍我 然後就跑掉 然後他可能就說 我超喜歡你的怎樣怎樣 如果你真的超喜歡我的話 我覺得你不會這麼做 Thank you I love you Listen I don't I don't 他已經拒絕了無數次了 但是他就不管 反正 我完全不管你想要說什麼 我就是要做我想做的事情 這個東西 跟我剛剛跟你們介紹的 這個PUA 完全不一樣 所以真正的PUA的意思 其實真的是這個東西嗎 我不覺得 他說女人是用來征服 不是用來尊重的 女人最幹不起的男人 就是那種尊重女人的歸男 那我告訴你啊 他現在所說的就是 全世界的阿根廷男人 都是歸男了 我覺得洪耀丸跟他剛剛說的PUA 不太一樣 統稱應該都是紅藥丸 不應該是PUA 因為PUA的意思不在這邊 覺得妻兒妹還用眼神 暗示攝影師三次 讓他捕捉最好的畫面 是妻兒妹知道要給新聞去報導 而自己犧牲名聲換來流量 妻兒妹就用簽名換來曝光 妻兒妹就用簽名換來曝光 妻兒妹需要曝光嗎 到底在說什麼啦 阿是誰需要曝光 他不用你去都會自己上新聞阿老哥 這就叫做雙贏 他說可能 雙贏 雙贏 可能只有聰明決定的Toys會懂 我告訴你啊 Toys一定覺得這個人是智障阿 就是紅藥丸 我認識他 即使不管他怎樣 他其實對女生 私底下 是非常尊重的喔 我我我這邊必須得講喔 還犯了一段他跟女生猜拳 蘇勞跟艾薇摸鼻子 其中有個像沒聽清楚規則的女生 依然覺得女生被放強迫性的摸鼻子 不過以上如果艾薇說要是女生自願的 他也沒辦法 接著 自願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妻兒妹也是自願的嘛 他一坐下來就說Can you not 然後他繼續下去 所以他也是自願的嘛 你知道有時候就是聲不由心 所以我覺得西安講的話 他在後面講說 當你碰到了某些狀況 你不想給對方難開 你想給他台階下 所以他才委婉的婉拒 如果你連婉拒都聽不懂的話 又變成是我們自己自願的 然後你們就會說 女生不喜歡就說不要就好啦 那你們看到啦 我覺得妻兒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即使他說了不要 然後咧 為什麼很多人會覺得我很兇 如果我說不要 他們就覺得我很秋阿 很多人說過阿 因為要追我的男生 台灣人阿 最後就說 阿你是秋什麼秋 我沒有秋阿 我只是跟你講說 我不覺得你跟我剛認識 你可以來我家 我覺得企鵝已經很堅定了 因為有這麼多人看著他 那個人用攝影機 如果他斷章取義企鵝怎麼辦 他當下也要想到這個東西阿 對不對 之前一個Don't touch me 就已經燒這麼大了 你知道我們要考量的東西 是很多的 因為好多人都這樣 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好把面子都放得好高喔 我不知道是怎樣欸 這個問題來了 很多台灣人看了那支影片之後 我覺得PUA就是一個不好的詞 或是一個不對的東西 Which is totally wrong 欸可以這麼說 把妹達人發明的詞 我覺得這個還算是ok的 把妹不犯法吧 對不對 But 到了台灣好像有點變相了 OK你如果找西班牙文 Birobos Birobos Argentinos OK 到這邊你就可以發現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Birobos 齁 他很早就存在了 非常非常非常早就存在了 我只是要跟大家講說 欸這個東西 其實跟大家所想像的東西 可能有一點不太一樣 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是這麼想的 那在阿根廷的話 他不是長這樣子的 齁好不好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剛剛稍微看一下我所說的講解 跟我所說的例句